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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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所以这辅导员他首先来当辅导员都有一种热情 他愿意帮助别人 那作为一名辅导员 您一周要花多少时间来帮助学生呢 开始的话是一个半小时左右要必须面对面的辅导 那大概要辅导多长时间呢 四个月 三到四个月左右 那么中间在熟悉了之后 一般一个多月以后就不用每个星期都见面了 通过电话 通过email 就可以做一些有效的交流 那我想了解如何能够成为一个mentor呢 那最近有没有一些活动 或者是你们组织可以提供哪些信息 来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你们的组织 而且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辅导员呢 刚才Jason刚说 如果是成为一个辅导员 一个mentor的话 我们也有一个regular的 每一个月有一些聚会 两三个月有一些聚会 还有一个大的聚会 就是那个我们有开始的就是那个mentorpalooza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大营聚会 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8月18号 8月18号 叫做mentorpalooza mentorpalooza Face and Museum 香港博物馆 在当时没有地铁站 对 当时没有地铁站 好 那一次的聚会呢 就是跟其他的小聚会 有一点点的不同 这是比较大型 大型一点的 我们有一些交流 跟那个我们也请到那个 在那个community里面 很有名的人士 让他们自己做一些交流 对他们自己成为那个专业人士来说 那个mentor对他们来说 有什么有什么地方 为什么我们要做那个mentor呢 看看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还有呢 最重要的 我们希望呢 就利用这个聚会来表一下 表扬一下所有的mentor 那这个活动呢 是只有mentor可以参加 还是所有想寻求Skills for Change 得到帮助的朋友都可以参加呢 对 这个聚会呢 就是mentor一定希望mentor能参加了 mentee也希望他们能参加 所以还有一些朋友 他希望看一看那个mentor跟mentee的关系 比方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他希望来看一看 也是欢迎他们来的 只要登入我们的网址里面 那Samantha 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些专业技能的人呢 才能在Skills for Change里面 寻求到他们想要找的mentor 还是说如果我只需要英语帮助 那就提供英语的mentor 不一定说我要有专业的技能 或达到一定水准呢 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是有些移民他们说 我自己好像是没有什么专业的知名 或者是我不一定要需要那个专业的作用服务的时候 mentor的我们的mentor所不同的地方都是 如果是你发觉自己的英语还是水平不够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mentee 我们有一些mentor 这是帮助你们语言方面的 还有一些新移民 他真的是刚刚来到的时候 他希望拿一些找一些叫Settlement方面的 的资料的话 我们也有一些mentor可以专门帮助他们 帮助这些Settlement的服务的 所以呢我想每一个人如果是他是一个新移民的话 他来到的时候他希望你找一些辅导 或是找一个师傅的话 你可以看一看Settlement 能不能帮助他 那Jason作为一个就业辅导员呢 你加入这个组织之后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呢 好处是首先是心理上的 首先我们都来当这个辅导员的话 首先有一种愿望是帮助别人 看到别人的成功 然后看到别人的提高 这个通过我们跟对方的交流 使他能够尽快的找到工作 因为给我派的这些学员或者叫mentee 都是些想找工作的想就业的 那么通过这个我就说 你能把你什么技能卖出去 在这市场上卖出去 你说我有几个学位 我有什么专业背景 那个是一个好的东西 但是说你要把它包装成 可以在市场上卖出去的技能 也就是说找到工作了 那么这个过程是我心理上 我要能看到人家找到工作 我心理上有一种成就感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好处了 另外一个是对自身的提高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通过跟对方的这些学员的交流呢 我终时也改变自己的交流 还有一个也开阔了自己的眼界 因为不同民族的人 像来做我的学员和mentee的人呢 他都是有一定的教育背景 至少都是大学毕业 还有博士毕业的 那么他都有 还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 那么我们交流过程中 就很自然的涉及到 他过去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 我也觉得很开阔眼界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Jason和Samantha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呢 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同来分享 如何在Skills for Change 得到关于一面安置和就业等方面的服务 同时呢 你也有可能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 成为其中的一个mentor 来帮助更多的人找到就业机会 好了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 关于Skills for Change的信息呢 欢迎您登陆我们电视上的网站 好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好